吴静怡讲的这句话 葵里斯讲这句话 真的引起大家的共鸣 民众党有许说 有许多沉默的共犯 这才是问题 这些沉默的共犯 是不愿意承认错误 说他们认错了人呢 譬如说 现场有的人在2014年 因为支持柯文哲 那时候他第一次出来选市长 包括我 我们认错 我们看错了 可是有还有一些人 死不认错 甚至还有中途加进去的 像黄国昌这些 黄国昌算不算沉默的共犯 吴静怡欢迎 还有黄珊珊算不算沉默的共犯 大家在问这些 所以坤一兄 照理讲以前 我记得宋楚瑜早期 有人讲错了 黄珊江都代表宋楚瑜 马上出来告媒体 告谁 对不对 你有印象 对不对 那最初为什么 静周刊讲这么多 他们都不告 为什么 因为他们就是共犯 你这句话很呛 讲白了 他们是 就像刚才各位讲的 我今天如果一个党 我的政治现金 我的党务基金 被某一个 不管他是党主席 还是党里面哪一个工作人员 给挪用了 挪到私人口袋 挪到私人基金会 挪到什么地方 这就是侵占 这是我供的钱 我党里面供的钱 你怎么可以这样子挪用 对不对 那这样子的话 就会有法律问题 好 那么这个事情 那你为什么不告 不告很简单 一个唯一的理由就是 我其实很开心 我被侵犯了 可是我被侵犯了很开心 你不觉得 这是很奇怪一个逻辑吗 有这个事吗 斯德哥尔摩 这已经不算 这已经不算 斯德哥尔摩 他就是共犯 共犯 他就跟党卫军一样 他就是共犯 吴静怡讲的比较通俗 这个我们不要有学问的讲法 他就是平庸的邪恶 就是汉纳厄兰讲的 对 汉纳厄兰讲的 平庸的邪恶 平庸的邪恶 他说我只是一个工作人员 我什么事情都不知道 上级叫我开枪 我就开枪 第二个案例 他就是那个 东德的那个判例 对不对 有一个 有一个人 要翻那个柏林围墙 就东德士兵把他杀了 结果那个最后法官判决 就是等到两德统一以后 法官判决这个案子 他说你可以把你的枪口抬高一公分 描不准就好 对描不准就可以了 好 那么这些事情你都不做 那你就这个民众党 他就是共犯 你不要怪别人 什么亲在你的基金 挪用你的基金 你大家应该 这个高层可能都是在一起的 跟柯文哲绑在一起 但是民众党的基层 你应该想想 像很多那个党务主管 县市主管 现在都跳出来 受不了了 为什么 我们辛辛苦苦在第一线打拼 你一毛钱 党不一一毛钱不给我 都跟我讲说你很穷 那结果现在才发现 原来你弄了那么多钱 而且你还不是一个水库 大家前面 刚刚讲的那个 前面什么 这个政治现金也好 党务基金也好 或什么东西 那些都是外库 外面进水库 还有内库 还有木可开始 就是转运站 就是内库 人家是大水库小水库 你是用外库内库 内库就有内障 对 他外面的水进来了以后 要洗干净 他到这个里面洗干净 然后把他把他清除 所以大家看 为什么他 柯文哲觉得出事了以后 第一件事情 他是叫谁 叫李文娟去销谁的站 他不是销账 账是销木可 所以木可的问题最大 木可就是核心 就是转运站 所以那个检调 当初一讲的时候 我们那个案子一出来 之后 我就一直在讲一件事 木可就是转运站 转运站 把木可的东西 账 所有东西 账通通通清出来了以后 那绝对不只进化成一条事情 也绝对不只现在讲的一亿 好 大家记得 我再补充一个资料 这个今天周刊讲 他什么时候 是叫李文娟去把木可的账销掉 八月十一号晚上 对 八点 大家想想 八月十二号他干了什么事情 李文娟马上发声明 我把木可清算掉 从现在开始结束营业 回事面 八月十二号 八月十四号 那个剪掉就去收这个木可 对 所以这个中间是一系列的灭正行为 他不是说他什么有意 我告诉你 不用怀疑什么有意无意 他就是有意要灭正 所以你看 柯下令李文娟碎掉木可的账策 这一个周刊是讲得很清楚说 是从柯文哲 手机里面的简讯 柯文哲发给 下令给李文娟 是 毁掉的 所以换句话讲 这是有证据的 非常清楚的证据 所以 柯文哲 这样整个看起来 有分开收据 不开收据 分两套秘账 所以有人说 类似宗教吸金书的一个方版 哇 这个叫他变师傅 西傅 这个西傅 下面都是钱 像超级玛丽一样 头一撞 钱就下来 这不得了 北柬扣押木可 三八八三万 有没有把他扣押 民众两个生气 说什么柯文哲 绝对不会不法侵占 意思就是说 木可这件东西跟柯文哲无关 那一样 如果你真的不开心 认为媒体报导 媒体不是只有今天报导 是已经连续好几个礼拜报导 你都说不实 你都说科幻小说 那就提告啊 为什么不可能告 对不对 如果真的被污蔑了 真的是不实 那就勇敢提告吗 那你们除了在每个礼拜 周刊报导出来之后 写科幻小说之外 你们为什么没有具体行动 就是因为你们经不起检验嘛 今天媒体报导的是什么 报导的是说有两个部分 柯文哲收受审庆金的不法贿赂 已经不是210加1500了 还有包含之前在查的 300笔的政治现金里面 检察官已经把它比对出来了 这300笔里面 总共加起来是2300万 是来自省庆金的 是来自省庆金的 所以这样加起来 已经超过5030万 是所以就是4010 是来自省庆金的 1500加210 再加现在的300笔的2300万 4010然后括号 还没复完 因为边盖边拿钱 没错 所以你看哦 210在裁定书里面是钱金 全金 1500是部分贿赂 部分贿赂 再加上2300 部分贿赂 边盖边拿 边盖边拿 还有没有不完的没 所以现在还没盖 还没完全盖好 一边盖一边拿 现在才盖到地下室完成而已 是 还在继续增加 所以还有一楼二楼 三楼四楼 五楼六楼 七楼八楼 还可以收很多次哦 是 所以省庆金给了 就已经4010了 然后这里面之外 还有八个账户里面 有很多其他来自其他厂商 原本要监管民众党的 却被柯文哲莫名其妙 挪去成立木口公司250万 挪去成立重案基金会1000万 挪去成立新故乡智库30万 这一些钱就是不法侵占 另外还有一件事情 USB现金密账 是不用开发票的哦 不用开账 这就是不用开捐款的哦 那其中有要开捐款的 就是刚刚杰明哥讲的 重望基金会里面 有一个人 有一个人捐了50万 那个人叫做华兴丽华 华兴丽华 华兴丽华是什么 为什么突然间特别提到这个 这个要特别提啊 baby sitter 为什么 因为柯文哲 最后一年的任期 让华兴丽华的儿子 去柯文哲的市长室 担任实习生 然后还嗆 还嗆我们的记者啊 还嗆记者说 你搞错人了 你知道你们的经理是谁吗 我爸爸是谁吗 你完蛋了 有这么嚣张的实习生哦 所以你还没有觉得很习惯 爸爸很伟大 2022年 这个华兴丽华的儿子 到市长室去担任实习生 在重望基金会成立之后 华兴丽华捐了50万 你意思说 去当实习生 跟这50万可能会有对价关系吗 让人家怀疑啊 这是不是这个保姆费用